好 大家好 我是普通招 一個剛起步的遊戲實況主 今天呢 我不打遊戲 我們要來講遊戲黑洞 在影片開始之前 千萬別忘記 當個有素質的觀眾 訂閱 按讚 小鈴鐺 想接到我們最新的影片順行嗎? 按下訂閱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幫他按個讚 除了訂閱之外千萬別忘記 開啟最重要的小鈴鐺 好 來 等一下 卡卡卡卡卡 Windows家居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遊戲是 Show Shockers 這款遊戲呢 它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有什麼時候 首先第一個呢 它用一個六種武器 可以選擇自由度 可味非常高 第二個 它所使用的角色 並不是人物 而且擊散的時候 也沒有寫新的特效 而是使用Q版人物 但再加上 可以選擇 紓壓的效果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當你擊散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一個十分紓壓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遊戲是Pater.io 它的遊戲簡單 只要移動滑鼠 就可以擴大引力 利用晉升排名的機式 讓玩家能快速升級進入排行榜 讓他們想一玩再玩 我們現在要訪問的同學 是汪波翔同學 請問你有玩遊戲嗎 有 我玩的遊戲它有排名機制 就是說你打贏的話 你就可以升排名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讓我更有成就感 好 那請問你覺得 玩遊戲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如何 我的心情很興奮 希望我可以繼續贏 然後讓我繼續往上 可是輸的時候 掉下來的時候 就有點不開心 好 謝謝您接受訪問 謝謝 我們今天訪問到的同學是 賴信同學賴昌瑞 請問您最喜歡玩哪一款 類似遊戲呢 我喜歡玩多人的經濟遊戲 那請問你現在有在玩什麼遊戲 我有在玩傳叉對決 還有第三人格 請問你覺得 玩遊戲的時候 會有什麼感受呢 我覺得很好玩 當下其實是很開心的 但是每次遇到一些 不順的事情的時候 還是會覺得很討厭很興奮 那你覺得你喜歡的遊戲 有什麼機制 有什麼特點 吸引你嗎 它都有一個排名 然後讓我們去知道誰的 誰的真正的實力比較高 好 謝謝同學的接受訪問 謝謝 遊戲的黑豆腐一不小心就掉進去了 那到底是為什麼呢 因為遊戲商會設計 每日簽到送卡幫 讓你每天都想要去玩 還有如果你贏了比賽 排名就可以步步高升 讓你獲得成就感 這樣你懂了嗎 喔 原來如此 原來遊戲商在遊戲裡面 常常那麼多想讓我們一玩 再玩的細節呢 各位觀眾也都懂了吧 如果懂的話 麻煩訂閱按讚小鈴鐺素質 再按鈴鐺有素質的觀眾 您的訂閱就是支持我們 我是葡萄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